那除了刚刚说 泡触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以外 还有什么去海边 踩那个滚烫的沙子 这不对啊 还有一般网络上有一些 什么错误的一些做法 是不对的 那我刚刚说 鞋袜没有处理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得到香港脚 你的袜子 最好是烫过再去洗 就等于把煤菌煮熟 那如果说真的是已经 太久太旧很烂的鞋子 甚至是马靴雪靴 有人不穿袜子直接伸进去 然后它那个穴穴 全部都在里面积聚 那你可能夏天的时候 你有来给蔡医师看 有叉药有治疗 冬天又把脚 净润在那个充满煤菌的环境 那不得了 一定又会再发生 所以其实在煤菌的 这个香港脚的治疗 一定要有耐心 它是会好的 但是它跟感冒一样哦 你这次好了 不代表你下次不会感冒啊 那你要让自己的这个环境是有改善 所以我们刚说袜子要处理 甚至是这个煤菌如果不理它 有的脚抓一抓 抓胯下 就变成骨险 然后骨险 然后内裤又不注意清洁 跟全家一起洗 全家一起丢 所以其实传染力还是有啦 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 所以也是跟个人的卫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对 那一般来讲像这样的话 它的袜子是不是有没有特殊的清洁的方式 还是说它一样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 那搞不好别人的衣服也都有 网络上有很多有关这个的辩论 那他们就很有趣就说 如果你们家天天会洗衣服的 那你的袜子要不要跟全家一起洗 变通的方法就是说 你的袜子脱下来丢到一个耐热的脸盆 热水先烫一下 大概有多高的温度 80度以上 满烫的 就是刚煮过的 对对对对 但不用到沸腾 不用到沸腾 那那个脸盆要耐热 给它烫个三分钟 差不多熟了 那因为你如果用很烫 有的袜子也受不了 然后那温度冷却之后 你再丢洗衣机 那如果说你们家有婴幼儿 我们是建议分开来 因为小朋友皮肤比较稚嫩 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跟大家的衣服一起洗 那那些袜子或鞋子 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有没有帮助 在治疗期间 譬如说像灰指甲的患者 我们会建议他说 鞋子不好的太患掉 舍不得的里面要清洁 里面主要是里面 因为晒太阳不太可能 整个给它翻过来 对那鞋垫的部分 如果可以的话 把鞋垫换掉 里面可以刷 尽量把它刷干净 晒太阳是有帮助的 那灰指甲的治疗 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对因为有关灰指甲 那个江湖传言更多 就是说在过去 我们会看说 你灰指甲的面积 假如只有一点点 不到三分之一 这种用外用的药 就可以做 所谓的三分之一是指 面积 受影响的面积 受影响的面积 这个像蛀牙 没有超过 从外面算进来的三分之一 外面末端算过来 不到三分之一的话 那这种是 擦药是可以改善 可是 那如果整个指甲都已经试了呢 对那这个时候 擦药就进不太去 这时候要用吃药 对那吃药的话呢 很多年前 你会看到相当多的新闻 在我很小的时候 吃了爆肝 然后就去 就去 就离开人世间 吃了伤肝不吃伤心 对 跟酒一样 对 那为什么过去 会有这么多人 吃了以后爆肝 然后死亡呢 pocket 零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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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